今天分享天然健康的燕麦南瓜包做法 无面粉,无白糖,无油临添加剂 自己在家做简单快速,美味又好吃 麦片一杯 倒入一杯温水浸泡 搅拌一下 让燕麦片浸泡约十分钟 南瓜对半切开 絮皮 南瓜是一种天然植物的蔬菜 南瓜含有氨基酸,类胡萝卜素,果胶等物质 南瓜含糖量适中 是一种老少介意的营养食品 把瓜瘾去掉 超级好吃的面包越吃越健康 喜欢记得转发,收藏,评论 学会后每天都可享用美味早餐 临添加剂 天然简单快速的粗凉面包 把南瓜切成小块 爆成粗丝 倒入到泡好的燕麦片里面 核桃切成碎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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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杏干用温水浸泡 红杏干是指经过晾晒杏果干 口感酸甜可口 这是一种去核的杏干成棕红色 清洗一下备用 视频后面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商业配方 喜欢记得收藏,转发,关注 清洗干净切碎 红杏干 微酸带甜味道很不错 是天然健康的果斧 切成这样大小的碎粒 把杏子干倒入盘子中 倒入白芝麻 倒入酵母 转移到大盘子以便拌匀 把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这是一道非常有治愈的美味面包 取一张油纸铺在烤盘里面 把食材倒入到模具里面 稍微按压紧实一点 放入预热的烤箱中烤30分钟 烘烤30分钟时间到了 材料配方 燕麦片一杯250毫升 温水一杯250毫升 南瓜500克 白芝麻一汤匙 杏干 薄斧 80克 核桃仁 80克 酵母2克 烤箱温度180摄氏度 预热5分钟烤30分钟左右 面包冷却后切块 自然放凉后切成块 燕麦片 南瓜 核桃仁 杏干 芝麻 都是营养的天然食品 用这几种食材搭配做成面包 超级营养美味 快速简单无论早晚餐 每天早上吃一块燕麦南瓜包 开启充满能量的新一天 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四伯定 四伯定 四伯三 四伯定